姐姐過門檻出門 過門檻出門喔 回家囉 過門檻出門喔 跟著法師一起朗誦 菜仙女大生的父親緊緊跟在後頭 提醒寶貝女兒小心過門檻要回家了 姐姐上車喔 姐姐上車喔 回家囉 馬來西亞籍女大生誠實租屋處震驚社會 家屬15號下午重回現場完成招魂儀式 但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年輕性命就此畫下句點 兇嫌最後攝影曝光一拍輕鬆走出公寓 犯案後開車回到新北住家服藥親身 雖然緊急送一洗衛撿回一命 但醫師透露他體內藥物濃度過高 加上嫌犯不肯配合製作筆錄 讓案情陷入膠著 我們辛辛苦苦把一個女兒養了這樣大 對嗎 她要畢業了 到這裡給人家被殺 手動就是錯 殺人就是錯 請台灣政府還我一個公道 親手拉拔長大好不容易把掌上明珠 送出國念書卻混沌異箱 讓家屬無法接受 不過僅僅第一時間勘驗發現 死者周警部有癒痕衣著完整 加上現場沒有打鬥痕跡 讓整起案件疑點重重 下醫師會有反抗的自我保護動作 那因此絕對會手腳併用 特別手會亂抓亂揮 因此警方也要對犯險的身體 採集一些證據 是因為感情糾紛引爆殺機 還是遭人加工殺害 死者生前有沒有被下藥 得等到16號相驗後 才能讓真相水落石出 這支援陽性為林彥師委 楊仲强採訪報導